而当年WTO的冲击台湾毛巾业一度是西洋产业 但是在云林湖尾的毛巾业者是用蛋糕毛巾 闯出了一片蓝海 再经过十年的业绩 从一亿元翻到了现在的十亿身价 那么今年还赤资两千多万 开了一家蛋糕毛巾咖啡馆展示 要让云林湖尾重拾毛巾王国的封号 蓝色地中海风情的建筑外观相当的吸引人 里头更是充满惊奇 透明柜子里头看似可口的蛋糕 确实吃不得 这是一家蛋糕毛巾专卖店 这幅大的画长达8米宽2米 它可能是台湾第一次用大幅的提花织机 去把它织出来的一幅毛巾提花 把这些云林湖最主要的景点跟特色 都放在这个画里面 蛋糕毛巾创始人林隐岁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打造的毛巾咖啡馆 不仅有毛巾和咖啡 更有毛巾创意的极致延伸 2003年WTO开放之后 台湾的毛巾业者受到大陆廉价毛巾的冲击 整体市场一度萎缩剩下一亿多 这几年整体营业额已经拉回将近10亿元 再进去 然后把它嘴巴捏出来 进到这座城堡 看到各式各样高品质的MIT毛巾 还可以欣赏毛巾艺医匠首作蛋糕实况 以及许多以毛巾为素材的创意设计 缤纷多彩也看到了蛋糕毛巾创造出来的一片蓝海 有再一次见证 我们下期见证